Hello,大家好,我是Tiana,我是Katy 那我们今天准备给大家来一期Colourpop的购物分享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作为一个Colourpop的新手 然后呢,我自己作为一个是走这种甜美的日系韩系那种亚洲风的 然后呢,也是化妆的新手,然后是Colourpop入门 入门款的,到底要买哪一些的话,可以看Part 1 然后我的Part 2呢,是我个人都喜欢 平时画一些Bowl一点的,就是比较大胆一点的颜色 所以我这边的彩盘非常多 然后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较偏欧美的口红颜色或者光光这些东西 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视频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眼影 那眼影我个人认为一定一定一定要入的一款 就是这一个叫Sweet Talk 颜色就是非常温柔,全部都是那种粉粉的,粉嫩粉嫩的颜色 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高光给你选择,这种偏金的,然后偏香槟色的 全部都有,所以日常必备的眼影,你想要再夸张一点的话 那你们可以考虑这一个盘 Whatever 这个盘呢就是大家小红书上面喜欢叫的玫瑰爆纹 外表上就可以看出这个比较偏甜美一点 这个偏甜酷一点 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相对的饱和度要高很多 有更多的偏橘色偏红色 所以刚刚是偏粉调的,这个就比较偏橘 所有的这种量粉都偏金,这个比较像温柔的富贵小姐姐的这么一个妆呢 你现在可能觉得太温柔了,我要跟上一个阶槽,我想要做一个妖艳见惑 但是呢我一样也要温柔 那我现在这边也有这个叫All That 这个All That就是全部都有 这个就是一个酒红色的烟熏装必备 富贵的,比较有魅力,有女人味的这一盘 我觉得比较适合画那种 温柔的香薰 对 不,温柔的香薰 温柔的香薰 温柔的那个叫什么 烟熏 烟熏装 对,它这一个就是温柔的香薰 很淡了我的中文 你们如果想要做温柔的香薰 就选这一盘酒红色的妖艳见惑盘 你可以看到这边大部分有酒色的 然后它这边还有酒红色的亮片 相当漂亮 我觉得这种偏红调的,颜色就不会太夸张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新手 三盘现在这个温柔富贵风结束了 现在要给大家带入可爱少女漫画风 第一盘就是这个叫BabyGall Peach 就是非常的少女,非常的活泼 之前Katy画的那一个蜜桃妆 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蜜桃妆的 那我觉得这一盘就是你的本命盘 全部都是比较高饱和度的 都是偏粉偏橘 然后这一边的这个白色的珠光亮片 上面就是有一个一个的珠光亮片 你就可以拿那种小刷子就这样子 放在这个眼下这边 把你的卧蚕给提升出来 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个薰衣草妆容的视频 里面有这个 教大家怎么用 刚刚那个比较上语风 你想,哎呀蜜桃 我觉得这个颜色太夸张 想要走那种比较 比较bling bling感的 让人感觉一看我这人就特别清透 感觉一吹这个皮肤吹痰可破 可以走这个Miss Bliss的蜜桃版 它这个也是比较偏粉调的 上面这个bling 你们看这个相机已经hold不住了 这个盘在发光 刚刚那一盘蜜桃的就偏橘一点 这个就偏粉一点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初恋妆的 漫画妆的一个眼影盘 太温柔了 最后你可能觉得 哎呀我又不是走这种温柔女人味 我也不走少女可人味 我就想做一个普通人 那我这边也有 Going coconut 我好爱吃它 这个Going coconut呢 是我个人觉得 除了第一盘 我说是入门级必备的 这个我觉得是第二名的 入门级必备 就是你化妆的 大家人人都需要什么呢 你看这个包装 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大地色系 对就是人人都需要入手的大地色 它这个咖啡色是冷色调的咖啡 所以亚洲人涂起来就不会觉得很脏 然后也会给人那种羞容 然后有深邃的感觉 而且它这上面非常的友好 它全部都是亚光的打底色 中间又给你挑了各种的亮片 就是有这种偏白的亮片 偏香槟棕的亮片 有棕的亮片 这一盘跟第一盘 这两盘都是colourpop入手级别 一定要买 那现在的你可能想 我已经有眼影了 我这个脸上该怎么办 现在我要带你们进入脸上的部分 好 我现在开始 你们现在耳朵全部竖起来了 接下来讲的都是一些 你一定一定一定 你们不买后悔的东西 Disney Collection 它们这个是限量版 那现在还有 你们如果现在上官网 看到这一款还有 不用多想了 下单你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呢是 Kiss a Frog 就是里面的这一个 青蛙公主的 我今天一直说Katy这个妆 就叫青蛙公主 我今天被她吐槽了 你天她不懂这个 薄荷绿的美 你们看是不是很像Katy今天的感觉 然后呢 它这一个腮红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 怎么说土色系的一个腮红 我今天脸上也用了 我无论是白皮黄皮 你就觉得我又要土腮红 又想要修容 我觉得这一盘 任何的我刚刚介绍的 任何的那些妆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百搭款 还有就是这一个高光 这个Flexitarian 它就是一个他们 Super Shock Cheek里面 系列的这个高光 就是一个比较香槟色的很漂亮 高体的上色度 就显色度非常非常明显 你们看我现在相机吃妆 我手上涂一下也都能够看到 我就觉得真的也是入手 不挑皮肤 它有非常非常多高光 它们的高光 我觉得是一定要入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呢 是他们的Super Shock Cheek Frog的色号 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 无论你是画什么眼影 你想要再加一点清透感的 嗯 这个就是一个百搭的 上面可以叠的 我觉得是对于想要握材 明显一点的 这个真的是一定要入手 现在你可能觉得我已经说够了 不 我现在要开始进入口红了 你们刚刚这些眼影牌 我都给你们介绍好 怎么可以不帮你们搭配好口红呢 那刚刚你们如果很喜欢我这种 baby got peach 这种偏橘调的 和一开始这种温柔风的 你说我要搭一个什么样的口红 那它们这边有一个21 question的这么一支口红 偏橘色调的这么一个红 无论是厚涂还是薄涂 跟它们都挺搭 就是一个比较温柔甜美的这么一个口红 那现在这一支呢 是一个比较丝绒之底的 它叫pudding 你看这个包装和这个名字 pudding 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甜美的 刚才那个比较偏橘调 这个就是稍微再偏红粉调一点 带了一点点的橘色 也是一个非常温柔少女的这么一个颜色 我觉得跟刚刚那一个介绍的那三盘 偏橘调温柔色系的 这个就特别适合 好你现在可能觉得 我听够了 我不走甜美风 我就要走妖艳见后 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没关系 我帮你们刚刚介绍了这个爆纹 爆纹玫瑰的这个whatever 跟另外的那一个适合奔迪的 all that 烟熏 温柔烟熏 这两个我也帮你们搭好了 这三个呢 你们也不用局限的觉得 就只适合大家这种风格 这个跟刚刚介绍的那个风格也是很大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 太美了 你们看这个包装 然后这一款 它的名字呢 叫vergamy 是他们的lux系列里面的 这个盒子上面写 然后你们一看 这个一打开来 就是一个比较偏土色系的 这一款呢 这个vergamy 网上叫它焦糖奶宗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 这么一个棕色调的这么一个口红 然后接下来 这一个口红呢 它叫tea time 我觉得这一个就是那种 富贵姐姐的感觉 就特别适合 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个all that 跟whatever 那种金的亮片的叠头 我觉得这个一涂上去 那个气场就出来了 对 特别关重 这个我觉得就很适合去约会 那如果你现在说 你怎么都给我介绍吃土的 一点都不洋气 我想要走红色调的 好 我现在这边也有 来了 我一定想我今天这个花钱 这一堆花了多少 我跟你们说姐妹们 我为了你们的幸福 我们俩就是已经买到妇产了 来了 大家富贵姐姐来了 你们看看 像雪姜红 对 就是特别特别富贵 这个一涂上 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贵气 这一个我觉得就是那种 宝约会 然后重大长河 我觉得这一个是特别涂 你们看看在手上 多显白这个颜色 这一个 我跟你们说 你们涂上这个口红 跟刚刚的all that 烟熏 配上一个丝绸的这种紧身 紧身的这样子一个裙子 我跟你们说 再配上一个漂亮的耳环 然后呢 看看我 我们上次给大家拍的 约会 闭图的香水里面的 那个女神画 你好奇的女神画是什么 我不告诉你 让你去看这个视频 我刚想说 配上那个女神 你们看还是你比较好 你看我太坑人了 走过你的男神 我跟你说 没有不回头的 路上的汉子都是你的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我男朋友过来揍人了 来讲一下最后重磅 这一个呢 就是留给各位宝贝们 这么有耐心 听我给大家这么吹嘘的 讲完这么一堆 特别实用 用烤箱子也没什么用的 分享 这一支 就是口红里面 我觉得一定 一定要买的 透明的一个唇釉 它叫Princess Cup 它这个就是 可以让你所有的 哑光的口红 又变成唇釉 而且融合起来 融合的非常完美 你看今天Catie跟我的口红 全部都是 只是拿哑光的口红 往上面叠加 可是你这样近看 你会觉得好像 你就是用了一支很漂亮的 近面的唇釉 有点像YSL的唇釉 这一个 就能把你所有的口红 都变成平体版的YSL唇釉 对 今天到此结束了大家 我们来掌声鼓给你讲 他月有花钱 几千块花完了 你们一定啊 给我点赞啊 大家不要忘记为我点赞 好 我们现在呢进入看人啊 在给大家分享之前 我来给大家先说一下 我这 semua AA 可能没有他这个卡尔 那么有意思 因为我真的不太会讲 故事我这个人 没关系 有我在 我能够把他的我的 死都说成活的 好 那你来帮我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推荐Colourpop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是一个Colourpop的真爱粉 我从差不多三四年前他们已经开始火了 我看你问你说三四年级我就已经有Colourpop 我想这个女的应该还是很舒暖那个时候 然后对于它的这个价钱 它这个粉的质地对我来说也是很OK的 就是因为它一个盘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材质的粉 有一些粉会稍微有一点点肺 但是大多数整体80%的都是不肺粉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本身自己很喜欢 开始我要开始真的开始说 开始展示 那个词怎么说 开始展示 先给大家讲的第一盘我一定会推荐的 是他们家的这个很老 最一开始他们开始有知名度的时候就推出的一盘眼影盘 好美啊 我管这个叫日落盘 我最喜欢的是它里面这种黄色跟橘色的这样子一个搭配 我觉得非常适合画日落妆 日落妆 具体是哪种日落妆呢 就是眼头是浅的黄色 然后中间用一点橘色过度 然后眼尾再是红色 就真的整体看上去就是Sunset 对 这盘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下一盘如果你是一个bling bling重度爱好者的人 像我一样 我就推荐这一盘 它叫 Truly Madly Deeply 回来以后也在发光 它中间这两排都是有珠光有提亮的 就是非常 它是一种软的质地 然后适合手指一点点缀 然后就点在这个眼皮上面 它有一点点橘 有一点点黄 它就是什么颜色都稍微有一点点 它并不能说是那种 呃一个就是我要画一个样子的妆容 然后我就就是拿这一盘可以画一整个脸 我个人觉得它不是那么的适合 因为它的颜色有些都有点太跳突了 所以这一盘我一般就是用来点缀的 就是我会发现我如果没有什么颜色 我打开这一盘里面它就会有 然后呢第三盘 我来说的就是我今天脸上画的这个 这个是我最近心入手的 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薄荷绿的一个眼影盘 想要很久 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系列 叫Mint to be 整个系列貌似有五六盘 然后它主要都是以一个色调为基准 就比如我这一盘Mint to be 它就这一盘都会以薄荷绿去 就是一些不同的薄荷绿 不同颜色深度 不同饱和度的薄荷绿 反正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画颜色大胆一些的彩妆 然后都是偏欧美风一点的 我就会介绍这种一盘里面所有的颜色 几乎都是围绕着一个颜色去展开的 然后呢当然不出意外的 我肯定还是会给你们介绍一盘 颜色非常亮的 这一盘 What's in a train? Don't know 好了没关系 它的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时候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很喜欢画彩色的眼妆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哎我如果像刚才那盘薄荷绿的话 我可能要入手一整盘薄荷绿 入手一整盘蓝 可能还要入手一整盘紫 然后再一盘红 你会觉得你的眼影盘太多了 这一盘我选中的是因为它又蓝又紫 就等于你省了一盘 这一盘里面有两个色调 你看它这边就所有的紫粉色 是完全可以画一个一种妆容 然后这边的蓝白色又可以画另一种风格的妆容 所以我觉得一举两得 然后最后一盘我来介绍 这一盘呢就最近很火 那个牛油果妆你可以用到的那些配色 而且我觉得彩色的眼影盘 我喜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可以找一个细的刷子 然后沾上这个颜色以后 拿定型喷雾呸一下 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眼线了 这样子你不用去买那些眼线笔 你就等于你已经有 世界你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种不同颜色的眼影 然后可以把它画成眼线 太聪明了 对然后你们可以在这旁边 看我平时的这个 我给你贴几张 我平时比较大胆一点的一些眼妆的图片 就是怎么说呢 如果你眼睛画的比较大胆的话 我就是建议你的唇部 就比较的简约一点 然后可能尽可能的拿那种裸色 或者带一点粉色的那种口红去画 这样子你出去就不会吓很多人嘛 作为眼睛这块部分 我还会推荐一个单色的一个眼影 但是它是那种带bling bling的眼影 但是又跟你刚才那个 又不是那种细小的闪钻 然后用来提亮 对用来提亮的 那个颜色特别像苍蝇那种五颜六色的苍蝇 就那种绿绿的苍蝇 它们那个背会有反光的那个眼影 不要让大家老汉里出现画面了BB 你们如果去看那些欧美的大狗主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画 就是拿这种颜色 叠图在眼皮上 然后就画个很简单的一个猫眼的眼线 然后他们可能会再贴上一个假睫毛 配一个裸色的唇 就真的非常的 简约 对非常简约 然后下一个我还是眼妆部分的话 我会推荐他们家这根白色的眼线 一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二它这个笔头真的很细 三就是它的流畅性非常好 而且它那个饱和度非常高 一点点你就立马就可以在手上看到 首先呢 作为欧美妆的人 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 你今天眼睛化重了 然后唇部想要natural一点 那你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手中这边有个老网红 我也是发现它是网红 很多人都在那里吹它 我觉得我要买回来试试 它到底是不是那么好 结果它就变成了最爱的口红之一了 它叫CA Love of course就是吃土色 这样子的一个裸色 然后呢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真的 我是黄皮 黄衣白 我都可以hold得住 我就觉得它这个吃土色 它不是那种偏荧光的吃土色 是真的有点裸色暖色调的 第二个呢也是我个人的收藏里面 最喜欢的 这一支叫Mama 哦不对 sorry 最爱还把人家名字记错 潜质就是渣男 它叫Foolish 真的蛮Foolish的 然后呢它是一款非常接地气的南瓜色 就用胡萝卜又带一点焦糖那种感觉 然后呢你看浅涂我推出来一点哈 在旁边这样子浅涂 你看这个它们家这个晕染这个质地做的一点都不差 谁说便宜就是不好 对不对 最后一支口红 叫Ziggy 这个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是colourpop装粉的话也不陌生 这个就是MAC 它们家那个Marrakesh的品体 哇哦 然后呢再给你们对比一下这个Marrakesh 说哪个是Marrakesh哪个是colourpop的Ziggy吗 这明明就是一个颜色对不对 4块5美金的 你们懂的我不多说了 好作为一个makeup junkie 彩色凯蒂 好顺口哦 就这么一个总结的话 我给你们说我真的是 我觉得你们如果像我一样 你们一定要入手就这个日落盘 第二个就是这个白色的眼线笔 我觉得真的一定要有一支 你可以又可以画水线 然后又可以叠加在黑色的这个眼线上面 这样就可以放大你的眼睛 我一开始说的 CA Love裸色欧美妆必备的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Foolish 南瓜色也必须备的 第三个就是Ziggy 就是Marrakesh Mac的Marrakesh的品体 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 但是作为我们这种忠实粉的 就准确的告诉你 哪些就值得买 嗯好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三件事情 点赞订阅 加留言 那好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掰掰